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对一的中文 也许我们刚组建起来 还没有那么的默契那么好 但我相信在六月的时候 大家势必会为这个方向去比较 我的球方向的日子是蛮像的 所以我觉得我在事情上是比较OK 但像志豪或是几个旅外 或许他们是以传导球为主 然后更希望是以中间去做分球 他们或许是比较困难 但我相信像志豪那么聪明的军手 他都能在训练马上适应出来 那我们其他台湾球更应该去选择才对 学院觉得把握度不够啊 就练习应该要多慢一点他们才对 因为我觉得练习进球贵进球 但是在球场上也必须要跟练习一样 有那种态度在 但真的很可惜啊 在香港我觉得 餐体接触就蛮多 让我觉得以为是用身体去做防守 然后导致他们失误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实际上还是要看裁判的尺度啊 因为我觉得在那边抗衡度高 回来打国际在不一定抗衡度是高的 或许有些对手会针对这一点去做 像十二马这种犯规 所以我应该要再更小心去 这maleно 采 describing 原本贵